再过不到30小时 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即将宣誓就职 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被认为是权力和平转移的一个典范 也是美国民主顺利运行的象征 人们往往会在这个时刻搁置选举的分歧 来展现团结一致 不过随着川普就职日的临近 抵制和抗议活动却越来越多 最新的民调还显示川普支持率只有40% 成为了数十年来支持率最低的一位美国准总统 川普要如何化解美国社会对他的严重歧见 而他的就职演说能否带来振奋人心 促进团结的效果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 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 是美国华人政治学者时政评论员汤本先生 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那么第二位呢通过skype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传播系的副教授 中部 中教授欢迎您 谢谢你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基因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您也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 VOA China 那么我想刚刚如果二位有收看我们刚刚节目的进行的时候 我们也介绍了 在这个星期六就职日的隔天呢 在华盛顿其实有很多大规模的游行要准备进行了 那么很多人说其实 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啊 是一个促进团结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那么我想先请中部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 很多人现在都很关注 到底川普在星期五在明天的就职演说里 他会说些什么 他有没有可能针对社会上对他的这些反对声音 来做出一些表态呢 中教授您先简单谈一谈 谢谢宇文 特朗普这个上台以后啊 我觉得他会跟其他的总统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从他的这个竞选轨迹 也已经看出这样的一个趋势来 那么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就职演说呢 我想他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能够团结 对他抱这么大分歧的一些民众的一些组织 我们知道现在申请要在华盛顿游行示威的 几乎是100个 昨天的报道是99个 那么这么多分歧的这个民众 对他的执政是非常的不利 那么他想达到的这个效果呢 肯定是要团结所有的民众 是 那我继续就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汤本先生 过去几年来您也非常关注的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他的政治的参与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所以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川普在明天的这个就职典礼上 他的这篇就职演说到底具有多大的挑战性 刚刚我们提到了要促进团结 可能对其他的当选总统来说不是那么的困难 但是对川普来说是极具挑战性的一件事 是的 讲得非常好 因为所谓挑战性呢 我们知道现在看到川普的民调 尤其是他这整个transaction 就这是政权转移过程中的transaction 他和奥巴马共同的互动 在整个过程中奥巴马的民调是71% 就在这个白宫权力交替的进程中 而他只有41% 可见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社会上政界还是白宫内部敲作 川普的名望或者说政治中的声望都低于奥巴马 但是你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因为这毕竟是美国第一个企业家出身的政治家 它是一个象征 象征了美国传统理论中一个叫citizenship 从citizenship转化为entrepreneurship 也就是说从公民风范转化为企业家风范 从公民的创造力转化为企业家的创造力 而现在它又从企业家的创造力和风范 转化为statesmanship 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风范和政治家的创造力 这是美国历史上开天批地的前所未有的 所以这对人类社会史人类政治史发展来说 川普是一个里程碑 是一个展开一个新的时代 当然很多人不太了解他 很多人反对他抗议他 这也证明了美国的民主的声音 自由的理念在美国民意反应中的一种彻底性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讲 我觉得明天他会强调的是 美国必须再次强大 我们共同来一起为美国再次强大 当然美国的媒体总是不看好川普 我们也很客观的来讲 你可以看时代周刊之前有两次反映他的封面照片 是川普melt down 预测他会失败 没想到川普成功了 很多人说川普就是黑天鹅 我觉得川普不是黑天鹅 他是一个美国一大变革的风潮 呼唤出来的政治领悟 这个大变革最早是1961年 爱生号国总统的final speech 最后的演讲 那么我们以后再可以展开 我们稍后可以继续再来谈谈 我觉得明天他会号召美国民众 消弭就是减少分裂 共同来打造一个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姓时代 这是明天他的重点 所以您觉得他一定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重点 那我继续想请教中部钟教授 钟教授您是研究传播的 所以您可能也了解美国民众想听的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一个演说 才能真正的触动到美国民众的心 您觉得明天川普的就职演说里面 他能够改变这些反对者的心意吗 我们首先来看过去的几届的总统的演讲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民众的呼声 民众给谁投票 给那些呼吁改变的人投票 从奥巴马时代就是change 就是这个变革 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川普 他也说要把美国变得更加的伟大 那么从明天这个角度来看 我还是觉得川普会遇到一个上坡路 也就是说怎么样的赢得这些人对他的一些看法 尤其是他现在这些团队在过渡时期的表现 和他自己个人本身来讲是既没有从政经验 也没有一种敬畏之心 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二再三的拒绝 招待记者发布会 原来准备说12月 这个后来推到了1月11号 我们要知道在相同期间的这个过渡时期 奥巴马开了18次记者招待会 而小布什也已经开了11次 是 钟教授我们也要看到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 大家都提到了 到底川普在就职演说里会怎么说 会说些什么 我们看到川普在媒体当中 也不断提到了他对两位 美国的前总统的就职演说 特别感兴趣 一位是1961年就职的肯尼迪总统 另外一位是1981年 85年就职的这个里根总统 那我们下面我们就先带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来听听 这两位前总统他们在就职演说当中 最著名的一些片段 到底说了什么 是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刚刚听到了我们刻意的选用他们的原因来呈现 希望能够让观众来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情况 不过实际上这两位总统的发言 或许很多人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肯尼迪总统说的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为能国你能为国家来做些什么 而里根总统也提到说 面对我们当前的危机呢 我们认为这个政府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的 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本身 所以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汤本先生 您觉得川普不断地提到这两位前总统的这些竞选的 这个就职演说的内容 是不是代表着他可能从中截取一些灵感 来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川普他呼应了人民需要变革的这样的一个呼声 而且这个变革呢 并不是说要靠内部的力量 他在他的就是盖蒂斯堡演讲中 而且他很聪明的模仿林肯 因为林肯和华盛顿是美国历史上开国总统 又是最优秀最影响美国的两位总统 他模仿他的概念模仿他的形象 模仿他的演讲地点的目的 就让美国民众知道 我是一个outsider 我是一个局外人 参与来解决美国正在崩塌的体系的问题 因此要纠正美国体系的问题 就像里根总统所讲到的 要解决政府发生的问题 政府本身有问题 那么要改革美国政治的弊病 金钱政治和政府腐败等等这些问题 他在整个格迪斯堡的演讲中 强调对政府的改革 限制所有的政客的任期 限制政客退休以后 不许做任何的lobbyist 做任何的游说者 做任何的这样的公关来赚钱 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政府 更加能代表人民的意图来改变自己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里根的演讲 因为里根有他的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主义 里根经济主义是两点 政府和公民收入减税 然后呢遏制福利 然后呢控制货币 然后促进经济发展 使得不管高中低 甚至底层最贫穷的老百姓 都能有少改善 这里根主义 而这个里根主义呢 正是这个未来 川普所要采取的经济政策 那么这些东西呢 可以看出世界大潮 正在进行所谓的供应策为主的 这样的经济模式 中国大陆也在走供应策的方向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 不亦而同的走在一个经济改革 政府体制改革的这样大路途上 所以我们从某种角度来看 习近平也好 或者川普也好 他们应该有共同的语言 那么从这个改革的呼应和呼声来说 民众希望他变革 民众不希望再看到 华盛顿的政府的政客 出现许多腐败的现象 出现许多不为人民做事的现象 所以川普作为一个outside 带着一种造反的新神态 来改变美国的政治体制的变革 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 一个巨大的进步 而且他呼应了不同阶层人的需要 是 但是您刚提到 他以这个政治局外人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参选 那么当然现在呢 这个美国民众以选票 来表达了他们的意愿 他成为了美国的总统 可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抗议的声音不断 那么在他上台以后 以这种没有从政经验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再加上反对的声浪如此之大 他在推行他的新政上 有多少能够来落实呢 这就是改革派和建制派的差异 所谓建制派也就是说 传统的家族的政治 历史的家族政治 子子孙孙的繁衍 而改革派的目的 这个改变派的目的 就是说反映民众的声音 来使得美国的政体 更加有生气 更加有自我调整 自我调剂 自我修复的这样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川普代表的民意 是相当强大的 当然因为时代在转移过程中 生活在旧时代的人们 还不适应新的事物 还需要看川普究竟如何来执政 所以川普现在的班底 整个班子是专家治国 企业家治国 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社会生态 全新的政治生态 全新的国家治理形态 所以我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需要给川普时间 需要给川普团队时间 是 中部教授您的看法呢 另外我们可以从明天 川普所表达的 这个就职演说的内容 来看出未来四年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吗 他是一个上人担心的总统 这个川普上来以后的 令人最大的担心 从我们这个做 教授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他的学习能力 是我非常担心的 这是一个从来不愿意 听任何人的这个 跟他讲的这些建议 包括他身边的人 我们从他的这个竞选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已经看得出来 所有的竞选活动围绕他一个人 围绕他的那个推特账户来进行 他听不进任何一个人 给他的一些指导 所以他其实在这个竞选的 这个最初辩论当中 他并不占很大的优势 有很多的人会讲 他今天又失败 他今天又怎么样 那么你照到现在来看 所有的这些 跟他接触过的这些记者 这些包括他的这些助手 都有一个很共同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非常的耐心非常的少 那么我们想一个长期来 那个经营一个很大企业公司的人 这个企业的公司 很多时候是围绕着这些老板来转 老板不喜欢一种言论 或者不喜欢一个人 他会经常很容易的说一句 把你开除掉 那么如果他带着这样的管理风格 来到白宫的时候 华盛顿是不会接纳他的 因为美国执政体是一个三权分立的 一个制衡的体制 那么如果川普如果说是带着这个 从今天看他选择这些团队 我们比如说他马上选择这个教育部长 他要来带领美国最主要的教育体系 是一些公立学校 我们这位新提名的教育部长 自己没有上过公立学校 他自己的小孩没上过公立学校 他没有一天在公立学校干过工作 而他要做的事情 是要尽量的把公立学校私立化 要把这些钱拿到Charter School去 所以你看他带着这些团队 实际上都有一个很共同的特质 就是你们都围着我转 而且我毫无经验 我毫无经验变成了 他的一个局外人的身份 其实我不担心你作为局外人来领导 我担心的是川普和他同僚的这些学习能力 是 在汤本先生您做回复之前 我想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路上 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 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就来拣选几则 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 有一位署名叫Ed Zhao的这位网友 他提到 中共当局在论证他的执政合法性的时候 常常会以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 腾飞来作为论据 It's not good but it works 就是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有用的 那么想请问一下 同样的逻辑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来在川普的身上呢 让美国人民给川普四年 我们能不能换回来一个伟大的美国呢 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做刘梵芳的这位网友呢 他提到 他说我觉得川普会用商人的方式来治理美国 这不单纯是因为川普是商人 而是因为他上任以前 对日对欧盟的言论完全像个商人 而不是国家的领导人 还有呢我们看到了另外这一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 他则是说呢川普一直强调各国抢了美国的工作 难道没有看到美国因为全球化获得的好处吗 那么像中国之类的国家只拿到了不到10%的一个产品利益 知识产权是大头 川普从以民粹的形式 以夺回表面上的工作为旗号来赢得选举 他想看看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美国是因为普世价值而伟大 不是因为民粹而伟大 我想请汤本先生来谈谈 确实像大平所说的 很多人批评这个川普 是不是再次激化了美国的这种民粹主义 那么是不是他的这场争议不断的大选 撕裂了美国的社会 您的看法 应该客观来讲 美国的媒体也报道到 川普在弥合不同的政治观点 和不同的经济主张的过程中 这个弥合性还是比较差 目前来说他的弥合美国大选之后的分裂 但后之后的伤痕的努力呢 和前几任总统来说做得不够不如人意 但是正因为他是一个商务经营出身的专家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什么叫美国的商务 美国的工作是什么 The business of United States is business 美国的工作就是商务工作 也就是说用一个传统流行的话说 以经济中心为中心的一个政府工作 改善美国的经济 提升美国的经济活力 然后上不同阶层的老百姓 在他的经济改革中 在他的减税 企业家减税35%变成15% 中产阶级减税 使得美国的经济更加有活力 而且福利的某种克制 把福利的经济投身到教育系统来 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 是一种善事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他的商务背景 看成是他的一个短处 而应该把他的商务经营的能力 看成是他的一个长项 也就是他 我分析他的五大战略艺术中 其中就是一个 The art of making money 就是他的赚钱的艺术 美国人都是把赚钱促进经济活力 看成人生生活中 工作中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那么对于普世价值来说 很多人也很担心 未来川普政府会不会因为 商业利益而不顾及 比如说一些人权民主自由 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在不断的缓变中增长的 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 得到平等权利的时候 他在社会的发生 和在政治的权利的获得中 也会相应的得到调整 当然每个国家的进展不一样 中国有中国的进展 美国有美国的进展 但是我认为川普的出现 他还有一个艺术是妥协的艺术 明天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在明天的就职仪式上 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和希拉里的先生 克林顿总统 前总统都会出席 这是弥合竞选分裂的一个努力 而且还有共和党 民主党的一些代表人物 这表明他在努力之中 而且我们也认为 就是说他个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做法 可以说是里根经济学 里根主义的一个翻版 里根是对美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个总统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这个美国的民主党总统 包括肯尼利总统对美国的贡献 当然肯尼利总统不幸被谋杀了 那这是另外一方面的故事 正是这样的这样的原因 他凝聚了美国对美国政体中的弊病 提出改革的变革的意见的 包括美国民里苏达州的州长 Jesse Vantella也成了他的忠实的盟友 而这个Vantella曾经提出过 美国如果不进行变革的话 美国会发生革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 面临危机面临挑战的时代 而一个应运而生的领袖人物 就是川普 他能够凝聚美国不同阶层的人的意志力 我们想象一下 他的内阁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内阁 是大部分的部长是年薪只有一块钱 他也是年薪只有一元美元的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总统 他们求什么 求了改变美国 帮助美国进步 帮助美国人民 当然他也帮助自己 他希望连任 连任之后他也想帮助自己 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第一个美国女总统 所以既有工薪也有私人的诉求 而且私人的政治诉求和他工薪的追求 和美国公众利益的追求 正好吻合的时候 历史就发生了变化 中部教授 我也想请教您 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川普当选之后 很多人认为这次的大选 有了戏剧性的一个转变 但是也凸显了 就像刚刚汤本先生说的 美国民众求改革求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您认为川普在这四年 可以带来他所承诺的这些变化吗 那么我们看到了 刚刚提到在这个抗议声中不断 那么包括了现在已经有 大约有60多位民主党人都已经表明了 会来杯葛这样的一个就职典礼 很多人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 那么什么时候两党才能够跨越 像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隔阂 您认为在川普时期 是不是会遭遇更多更多 来自民主党这样的一个挑战 谢谢宇文刚才提到 有60多位这个国会议员 现在来拒绝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这确实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数都会说 作为商人 那么特朗普一定是一个务实的总统 他一定会把商业的这一套 带到这个政府里面来 给我们一个清新的空气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 他还有另外一面 那就是什么 翻语覆语 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 从他竞选过后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最开始说 我们要在墨西哥边境造一座墙 而且这个买单 要让墨西哥人来买单 墨西哥政府来买单 今天他已经变了 对不对 他经常会今天说个一样的事情 明天再说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商人呢 这个是make perfect sense 就是对于商人来讲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 你还有很多道义上的责任 比如说他今天要想 我们要给美国人 所有的人都会有医疗保险 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他不断地在他竞选的口号当中里面去喊 到现在今天来讲的时候 他再不再提这个事情 而他所有的提名的这些幕僚 准备进入他的这个政府的这些主要的官员 也不敢再提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 他经常在一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其中暴露了一个商人的本质 而且尤其是这种不良商人的本质 就是什么的翻语覆语 我只在哪些地方做 一个连自己的报税表 他就可以立使而动 不公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选到白宫来 那么选到白宫来以后 特朗普的回答是什么 你看我就是没有公布我的报税表 美国人民一定支持我 其实他没有赢得大多数的选票 没有赢得那么多国会议员的支持 也有那么多的人要走上街头 对他进行抗议 所以他未来四年 其实我觉得是个上坡路 再加上他的学习能力 值得怀疑 很多的人对他非常的担忧 那么美国在未来四年的这个路程 也是让我们担忧 好的 那么汤本先生您可以做个简单的回复 然后我们稍后要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觉得这个教授已经考虑到商业发展 是美国的核心力量 是美国核心的商务 经济是美国民众和美国的朝野政客们 或者是普通民众所追求的一个大的方向 要做的这些大方向 刚才你讲的确实不错 说他确实翻云覆雨 有很多变化 他在竞选的时候说 希拉里 You should be in jail 希拉里你必须进监狱 我一旦当总统的话 我会启动 起诉你的那个程序 但是他当了总统以后 他不再采取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叫要弥合两党的分期 希拉里很可能登上明天 他的旧职典礼的光荣的舞台 但同时我说 你所讲的翻云覆雨 这是变化 如果有云就得云来了 有雨就得下雨 那么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也是正当的 因为他的唯利是图 不是为自己的利 这个美国的大公司 不属于他川普个人的 他只是一个CEO 在为美国人民 管理美国国家大公司的利益 所以他的利是人民的利 美国民众的利 美国经济的利 从这个角度来讲 唯利是图是件好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要摒弃 在竞选中的 避此的对抗 要看到他的进步 他的发展本身 是代表美国的前景 是用里根的经济学 来整治美国 美国目前很多 经济上的问题 以供应为导向的 经济发展 这是全世界 正在走的一条经济道路 好 我们继续呢 我们在电话线上 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 在等候 我们也想听听 您的看法与想法 对于明天川普的就职典礼 您认为会在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下来进行 川普的就职演说 有没有可能来弥合严重的社会分歧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两方 很明显的看来 对于这个明天的就职演说 还有川普未来四年新政 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们也很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 提出您的看法与意见 我们来接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广东的梁先生 您好 请说 您好 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个美国的重要的价值之一 第一个是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 不能因为你是少数族裔而拥有特权 第二点是自由市场 你不能因为你为了确保一些福利 把这个税收得很重 导致这些企业都没有动力 那么第三点呢 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 作为一个这个经济的这个主体来讲的话 那当然是你必须得要通过这个法制的形式 也就是说所有的法律都必须得是公开的 尽量解构潜规则 那么川普他比如说在这个国会的这个代表 他要求有这个任期的这个限制 那么就是推翻一些潜规则的一些手段 我觉得我非常支持川普 好的 谢谢您广东的梁先生 我就想请中部教授来做一番答复 那么确实也有很多美国的民众 就是看准了川普感觉向体制来做出挑战 才选择了川普 您认为在这一点上 是不是可以对川普未来的四年有所预期呢 我还是对他的这个未来四年表示担忧 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挑战的 一切是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做 而且他们所有这些人呢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跟国会进行一些沟通 比如说在前边奥巴马或者是小布什期间 如果他们有幕僚说 哦 参议院在这个事情上跟我们合作不好 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折中的办法 那么作为特朗普这个人来说呢 他就会说那我们再赌一把 我们要做一些 所以他未来当中他跟国会这种冲突 不要看现在今天共和党仍然是多数 他会跟国会的冲突会非常的多 甚至跟他自己的内阁阁员可能的冲突都非常多 这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他的这个执政的效率 所以最后他真正能够通过一些什么 比如说他说他要取消奥巴马的这个医保计划 那么他要拿出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所以这个到底他未来的这个执政效率是什么样 其实是很难讲 我想我们再来引述两位这个观众朋友 然后我们请汤本先生一并来答复 我们有一位署名叫SASA的这位网友 他提到了其实就像汤本先生刚刚说 他说美国这一届的川普政府 有很多不领薪水的官员 是有个人政治报复的 他认为美国过去太过现实主义 就是跟着中共闷声发大财 同时又理想主义 幻想经济改革 必然带来经济和政治改革 而事实上呢 中共的经济在美国的宽容下发展了 自以为是自己的独裁体制合理了 因此呢 他认为川普政府可以集中精力 来消灭独裁中共 这样呢 他认为是支持的 那么另外也有一位署名叫奇藏的网友 他想要请教的是 或许请汤本先生来答复的就是 如果将来川普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来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提高了蓝领阶层的就业 是不是能够帮助川普增加了在各个阶层 特别是精英阶层对他的认可度呢 我觉得最后一位那个观众朋友讲得很正确 因为经济的发展呢 使得各阶层能得到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待遇和发展 他们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同时他们也关注美国的命运 我们知道今年的选举 美国参与选举的人数超过了往年 超过了2012年 2012年我的女儿和女儿的朋友们 他们18岁拒绝参加选举 因为他们发现原来美国华尔街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声音被压制了 他们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宣言 是美国人民的声音 所以美国也在自我改革中自我变化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刚才一位提到的 这个平等自由市场和法治下的经济 我很认同他的观点 那么川普正在走这样的道路 我们可以看出 他也提到一个潜规则的观点 很多人以为这个政治后面有潜规则 甚至美国的一些八卦记者 在追霍布斯克斯 是不是和川普有一些婚外情 有些斐言 事实上他们是很正当的工作关系 很正当的合作关系 而这位27岁的巴黎霍的女模特 成了白宫的高官 说明川普就是 我为天宫从头首 不惧一格选人才 这样的一种雄心 这样一种慧眼 使得在一种美国的体制下 能够选拔最优秀的人才 来为美国改革的事业做工作 所以我觉得 关于这个中国的体制 当然中国的体制和美国的体制 不一样 中国的体制 有很多地方不如人意 大家都很有意见 甚至批评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体制是允许你发声的 如果你看到贪官 你可以检举 可以揭发 您说在中国吗 对 在中国 你并不是说不能发声 你要积极的主动的参与 但是我们看到了 很多发出声音的人 到最后都遭到当局的报复 这个我觉得要根据各种情况 有的没有被报复 仍然在发出声音 有的确实受到了报复 我们希望中国的各级领导人 应该有所改善这种情况 让人民的声音 得到真正的反应和体现 那么我们可以说 川普正在走一个 把白宫和人民 连接在一起的道路 把美国政治和美国的经济发展 美国的全球战略 结合在一起道路 里根的经济主义 也代表了里根 美国第一的这种思想 所以他本身并没有放弃 在世界各个领域里 各个地区 继续施展美国正面的影响力 当然要让美国错误的 发动的一些战争 进行调整 因为他说美国不能够 在几个战场展开 美国的战争 对美国的财政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相信川普 在一段时间的执政后的摩擦 调整之后 他会更加深刻的意识到 全世界各国 都应该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 除了极端 伊斯兰极端分子 应该成为美国的敌人以外 美国人民 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朋友 这一点我相信 川普有这样的胸怀 中部教授 我想我们最后 也就剩下两分钟左右时间了 就交给您 但是在您做答复之前 我也想再引用我们一位网友 刚刚进来的这位网友反映 这位署名叫好智欣的网友 他说 美国的的确确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但是他说 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这个时候就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仍然看好美国的未来 看好这位新总统川普 那么刚刚就在我采访的当中 我也询问了 我们刚刚其他的节目嘉宾 就是 那么我们看到了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抗议声中 就职的川普 但是我们也看到 美国民主体制的优点就在于 选票可以代表人民说话 所以这四年或许是对川普的一个考验 但是四年之后 又是美国人民可以用选票来表达他们的心态 难道不是这样吗 您的看法 这位网友说得非常的好 我希望我们就算是对这个川普的各种的言行 和他的团队的有这么多的担忧 我们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一个乐观的心情来看待美国的政体 因为从200多年以前 美国的先贤创始者们创立这么一个制度以来 这个民主它一直是运行的比较良好 那么今天民主制度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 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倒行立施 这个也是正常 在这个200多年以来走到今天 那么没有挑战反而是不正常 那今天显然川普代表了这么一个不正常的这个声音 这样的一个人 美国人最后把他选进去 我想来讲给美国人的教训也是非常大 尤其是民主党的这些人应该好好的反思 自己为什么脱离了这个整个的社会 那么我跟周围的普通的这些美国人交往接触 比如说昨天我去看自己的医生 这位眼科医生就曾经跟我说他非常的担忧 他已经快70岁的人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靠谱的这个总统 那么我们仍然对这个制度要有信心 就像奥巴马在他的这个告别演说里面所提到的一样 因为这个制度保证了这样的一个民主过程 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独裁者 或者任何一个就是假公祭司唯利是图 然后靠裙带关系 靠这个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经济关系来上证的人 所以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年一位时间的关系 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 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汤本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还有中部教授通过skype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 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